第二十二级 可尽管是这样 他的面容却是出人意料的 俊秀 忽略他暴躁的神情 这少年的相貌 竟然是算得上是 十分端正清俊的 少年看见楚玉 双眼一亮 一扫不耐之色地扑了过来 将楚玉紧紧地抱住 二姐 你有好多天没来看我了 这少年 便是当今南朝的皇帝 刘子叶 刘子叶扑过来的刹那 楚玉心头大叫了起来 但是却也只能 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 让他扑 他一双手臂 牢牢地孤住 楚玉的身体 顿时僵硬无比 冷汗直冒 不会这么直接就 就那个那个什么了吧 但是出乎楚玉的意料 刘子叶并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他只是静静地抱着她 脑袋埋在她的肩头 一动不动地 好像睡着了一般 楚玉心中忐忑 不知她要做什么 却也不敢妄动 也同样安静地等待着 先前胡乱想地说辞 这一刻 竟是一句都说不出来了 也不知道 过了有多久 大约是直到楚玉 将之的身体 接近麻木的时候 刘子叶 才终于出了声 二姐 你这些天不来看我 是不是讨厌我了 楚玉揣摩她的语气 似乎并没有质问 或者责怪的意思 才慢慢地筛选词汇 怎么会呢 我前些日子身体不好 休养了数日 这两天才稍微好一些 怎么会这样 刘子叶听了一惊 连忙松开了楚玉 仔细地端墙她的脸容 好一会儿才忧虑得到 阿姐 你的脸色好生苍白 要多吃补品才行 楚玉心说 这纯粹是被你吓坏的 再说了 养生知道 可不光是在于 吃补品多少 不过 她并未多严 只是任由刘子叶拉扯着 坐到桌案边 刘子叶换来 垫外守着的宦官 口出了她的旨意 赐给长公主大量的珍贵补品 和珠宝绸缎 楚玉在旁 听得头皮发麻 这对姐弟平常的小意思 就是如此大的手笔吗 那正式的封赏 又会有多少呢 宦官告辞之后 刘子叶的手 又一次爬上了楚玉的腰 身子一歪 就躺在她贵族的双腿上 楚玉心中咬牙 按道 这小鬼倒是会躺啊 不过 刘子叶的动作 似乎并无猥亵 她就只是安静地 躺在楚玉的腿上 随着一呼一吸 时间慢慢地流逝 她面上的暴力之气 逐渐消散 最后 竟变化作 一片安宁平和 她的脸容 微微地苍白 深情 有一种紧绷之后的 放松的释然 方才的模样 与现在相较 简直就宛如 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楚玉几乎怀疑 在自己的一眨眼的功夫 有人把躺在自己腿上的 少年皇帝 给掉了包 现在在她面前的 仅仅是一个 面向相同的人 刘子叶 轻轻地 输了一口气道 阿姐 你以后可要常来看我 你不在 我烦心得很 总想杀人 这句话 让楚玉的心头一沉 知道刚才所想 不过是一个错觉 这个神情安宁的少年 依然是那个 狠毒暴力的 小皇帝呀 楚玉按道 既然知道你想杀人 我还常来这里 做什么呀 虽然从外面看 两人一片 姐弟和睦 亲戎的气氛 可楚玉心中 京剧无比烟表 天知道 躺在她腿上 这个少年 曾经杀过多少人呢 听她的口气 杀个把人 就好像吃饭喝水 一样简单平常 倘若她现在生气了 是不是会下令 把她也给砍了 她的面色 虽然平静 心中的警戒 却是提到了最高点 能不说话 就不要说话了 以免说出什么 不该说的 过了片刻 她又听刘子叶 慢慢地开口 带着点疑惑 对了 阿姐 你今天身上的香气 好像有点不对 和以前不太一样呢 楚玉愣了愣 想起临行前 融指给她的香囊 念头在脑中 转了五六个玄 她轻声说 是啊 我今天出门 恰好沐浴了一番 用了新的香料 所以与往日不太一样了 那香囊的气味 与她初次醒来时 屋子里的熏香类似 她还没有察觉出 其中有什么细微不同 这刘子叶 倒是察觉出来了 哦 刘子叶不再多问 她眯着眼睛 脑袋在楚瑜腿上蹭了蹭 向着找个更舒服的姿势躺好 阿姐身上总那么香 每次我头疼 闻到阿姐身上的香气 就好了许多 楚瑜随口硬着 盯着睡在腿上的少年 目光如临大敌 好似看着恐怖的生物 传说历史上 荒淫暴力的废地刘子叶 此时竟然像一只 收起了利爪的小猫 慵懒地睡在她的腿上 午后的阳光 温暖和训 从窗口打了进来 打在两个人的身上 这情形 倘若是发生在寻常人家 只怕并不出奇 可是这里是皇宫之中 怎么会出现 这样的情形呢 楚瑜很是困惑 躺了片刻 刘子叶又不老实地翻了个身 眯着眼 扯住楚瑜袖子 拖长声音道 阿姐 你帮我按一下额头吧 我这两年常常头疼 阿姐按着就会很舒服呢 楚瑜先是不解 随即明白了过来 她伸出手指 轻柔却坚定地 按在了刘子叶的太阳穴上 缓慢地施加力量揉动 同时 方才的一些疑虑 在心底汇聚了起来 也慢慢地浮现一个 令她惊骇的答案 告别刘子叶 离开皇宫时 已经接近黄昏时分 楚瑜走进宫门之际 停下了脚步 从怀里取出 荣指灵情前 交给她的香囊 放到鼻尖下 深深地嗅了嗅 慵懒的香气 浸入肺腑 使整个人 都舒展平静了起来 这香囊 似乎是有 安神静气效果的 而刘子叶 又似乎是有着某种案极 时不时地头疼 导致平日 性情暴力动辄杀人 也许应该称之为 间歇性的狂躁症 而山鹰公主屋内的喧香 常年累月地点着 时间长了 也便沾染到了 山鹰公主的身上 因为这香气 能舒缓刘子叶的神经 于是刘子叶便认为 和这个姐姐在一起 分外的舒适 各方面 都会对她宽带不少 而自从楚玉 成为山鹰公主以来 她先整日点着熏香气闷 便令人撤去 时日久了 身上的香气 渐渐地淡了去 倘若不是今天 有荣指送来的香囊 只怕根本起不到 舒缓少年皇帝神经的作用 只不过 直接从香料散发出来的 和人体沾染的香气 毕竟是有所不同 才会让刘子叶察觉 细微的异样的 楚玉仔细回想 每一个细节 假如仅仅是香料 便能让刘子叶的情绪缓和 山鹰公主为什么不说 直接就把香料 提供给刘子叶 她也不必频频进宫了 又或者 她其实是故意不说的 故意隐瞒真相 甚至连刘子叶发病的原因 也是因为她 虽然逐渐转下 天气炎热 可是楚玉 还是被生生地 又惊出一身冷汗 手脚冰冷的 好像浸在雪水里 一步一步 慢慢地走出了宫门 河吉的车鱼 还在宫外等候 月杰飞靠在车边 嘴里叼着一片树叶 眼睛半合着 好似昏昏欲睡 楚玉上前拍醒她 上车 回府 路上与河吉 依然是一路无言 回府的时候 楚玉在东西上阁交界处 与河吉分开 两人斯文有礼的道别 各怀鬼胎 相敬如兵 楚玉回到住处 下意识地摸出银簪 才俯下身 脑海中 随即浮现容纸 漆黑幽深的眼眸 她撇撇嘴 手腕一转 银簪又收回袖子里 不过一下子戒掉 开始编衣赖上的习惯 总是有些不好受 心头好像有什么 轻脑一样的 微微地躁动不安 定下神来 楚玉换来又懒 让她把前阵子 撤去的熏香炉子 搬回来 再给她点上 门窗紧闭 舒雅清迷的香气 很快地便充盈着 整个房间 让整个人的精神 都是放松了起来 但是楚玉 却没有办法 安宁地睡过去 她坐到床边的桌案前 自取纸笔 大张的白纸摊在面前 她垂眸沉思 握鼻的手 却是悬在半空 迟迟落不下去 发生了荣指那件事后 楚玉便有了更深一层的危险意识 这念头 念手不可靠 侍卫不可靠 驸马不可靠 连皇帝看起来 也很不可靠 她唯一能够放心相信的 便只有自己 思量片刻 楚玉还是放下了笔 叫来又懒吩咐了几句 又懒回忆惊恶的目光时 楚玉微笑着 记住 不要多打听 不要多问 按照我说的去做便是 我自有打算 此外 不要让太多的人知道 次日清晨 楚玉早早地起来 把跟自己一样 被香薰了一整晚的衣服 穿在身上 犹豫了一下 戴上容纸昨日送的香囊 坐上自己的车鱼 上午未过半的时候 便入宫去了 昨天 她虽然根据所看到的 做出一些推导和想象 然而毕竟 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撑 昨日所见 也许只是巧合 想要证实 最好自己再用眼睛 亲自看一遍 这回楚玉见到刘子叶 却不是在空荡荡的宫殿里了 他被宦官引领到皇帝的书房 也许就是所谓的御书房吧 便又看到了 那个脸容苍白的少年 一脸力气地坐在长起之后 神情狠毒地害人 他丝毫不遮掩满腹的杀意 就这样喧嚣着张扬喷勃而出 这少年尚不足弱惯 心肠却好似早已被墨汁染得漆黑 楚玉见了心下一凉 又是忍不住地忐忑起来 虽然他府上难宠 也有心怀叵测者 然而没有一个 如他这般毫无哲视 毫无克制 那些人所做之事 必然是有理可寻 有理可图的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 受他身份的钳制 可是刘子叶呢 他身为皇帝 手中的权力 在王土之上无可限量 偏偏是这样喜怒无常的脾气 刘子叶好似正在发怒 他不经意抬起眼来 瞧见楚玉站在门口 却没有如昨天一样扑来 只是阴沉沉地道 王姐 我想杀人 今天的刘子叶 不再像昨天那样扑过来 显现出了几分君者的持重 可这样 才让楚玉更为的担忧 楚玉的心头一突 面上却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 轻声说 想杀谁呢 不会是他吧 现在跑都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呀 温柔的香气 在空中飘散 宛如思虑一般地 扶过刘子叶刺痛的神经 他深吸了一口气 忽然不再那么地暴躁了 可眼神依旧有一些阴沉 有个人太讨厌 每天上书教训我 我都不想看见他 楚玉慢慢地 跪坐在刘子叶的身边 目光瞟过桌案上的简书 将其中几行收入眼中 大概意思就是说 小皇帝行为不简 宠幸奸邪 有失君王风范什么的 这件书写得很不客气呀 刘子叶又是这样的脾气 楚玉觉得 那大臣能活到今天 实在是老天保佑 刘子叶抬手一挥 那奏章便被扫落桌下 他身体斜倒在楚玉的腿上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发出一声舒服的呻吟 片刻后 他懒洋洋地拉过了楚玉的衣袖 阿姐 你怎么今天又来了 是不是缺什么 我立即下职赏赐给你 楚玉无声地摇摇头 尽可能压抑住心中的异样 柔声说 什么都不需要 我前阵子来得少了 今天 特意补偿一下还不行吗 尽管这身体 与少年皇帝 是至亲的血肉 但心理上 刘子叶对楚玉而言 不过是一个 拥有可怕权势的陌生人 就算刘子叶 表现出那么的依赖 可是楚玉的反应 依然是借据审慎居多 他不过 是一千多年之后 误判过来的游魂 让他对一个 才见过两次的恶魔 产生亲情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仔细观察 刘子叶的神情 从暴躁 一点点逐渐地变得平和 楚玉的心 也在一点点地 往下沉 他的猜测 大概是正确的 不管真相如何 刘子叶的情绪 确实会被这种 枪器所影响 如此推算 山鹰公主 之所以这么受 皇帝的偏爱 也许就是因为 这个原因 那么 接下来所需要 思索的是 这是荣指的主意 还是 山鹰公主 本人呢 目光触及地面上的 剑书 处于身指贴上 刘子叶的太阳穴 像昨天那样为他暗饶 颤着他神经放松的时候 问 陛下刚才说 要杀人 究竟是想杀谁呢 刘子叶随口说了 这个名字 叫做 沈申之 厨余搜索一下记忆 并不认识 不仅没从史料上看过 也从未听荣指提过 估计 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人 他犹豫了一会儿 缓缓地开口 哦 陛下能不能饶恕那个人 就将他贬官罢了 为什么 刘子叶突然睁开眼睛 眼底的光芒正对上处于 那么地令人心寒 阿姐 你从前可是从来 不管这种事的 处于压下如雷倒鼓的心跳 不紧不慢地道 我 他还没有解释 刘子叶便笑嘻嘻地打断了他 我知道了 那沈申之项目很是不错呢 阿姐既然看上他了 我明日便令他去公主府服侍阿姐 嗯 处于张口结合 想要给自己变白 但是想想这个理由 好像也不错 至少比他编造的那个 更加合情合理 便闷声 背下了这黑锅 可以确定的是 山鹰公主 有能力影响身为皇帝的 刘子叶的判断和决定 不过这个影响的程度 能有多少 还需要今后 慢慢地逐步了解 处于并不因此觉的惊喜 相反 他觉得很是恍然 假如今后发现自己的影响力 比想象的更大 他也许会更为恍然 就好像一个不怎么喜欢花钱的人 手握着宝藏金库的钥匙一般 与刘子叶扯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处于在宫里 又是心惊胆战地待了半日 听小皇帝 一会儿像正常少年一样撒娇 一会儿又阴着脸 怨恨发狠地说要杀谁 七上八下地锻炼了半天的心脏强度 最后离去前 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 才松了一口气 这回出宫时 厨余没有太着急 他一边走着 一边悠闲地四处张望 暗中记下了周围的环境 顾盼之际 厨余却瞧见一个人 其实宫中可以瞧见的人不少 但唯独这个人 让厨余不由自主地 停下了脚步 目不转睛地 深深地凝望 那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论美貌 他不如柳色墨香 也许是荣指还原那个等级 厨余这些天来 月灌美色 早已能视美色如浮云 可是这少年 不太同 太不同了 他的双眸清澈 却不似戎指那般深沉 而是一种 接近出生婴儿般的 纯真无垢 眉宇之间的纯净 几乎令人屏息 他虽然行走在 这天底下全力欲望 最为忠心的地方 可是楚玉却觉得 他走在红尘之外 没有沾染上 世人半死的爱恨情仇 贪嗔痴怨 这个少年 太干净了 他身穿几乎拽地的 紫色长袍 长袍外拢着一层青纱 行走之间 青纱扬起 飘然若鲜 荣指与这个少年 年龄相近 气质也有些相仿 可是这两人之间 却有着天约异样的差别 相反的两个极端 荣指是宛如宇宙尽头的黑洞一样 深不见底 不可测度 怎么都瞧不见真实的心思 而这个少年 却仿若 世外不染仙尘的水晶 那么的一目了然 清澈纯净 好似察觉到楚玉的注视 少年停下了脚步 微微偏头瞧来 望见楚玉时 他浅浅地笑了笑 点一下桃随即又朝前走去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